投身饭店业近30年的严长寿 在他领导下 亚度励志饭店成为商务旅馆的标杆 面对台湾观光产业的竞争 他认为如果政府没有一个更广的视野 一位追求价格竞争的观光业者 会陷入一场不会赢的游戏 严长寿接受天下杂志专访 提出对观光产业的一些建言 大陆短暂的来开放观光 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准备好 我觉得我们台湾对整个的观光视野 不单单是针对大陆 对全世界的观光我们都没准备好 我们现在只准备好的是国民旅游 政府从来没有用一个更广的视野 说今天我要是能够让更多国际的人 进来台湾的时候 它第一个可以解决周一周五的这个问题 如果台湾所有的开发都是用周末的 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开发的 供应出来的旅馆设施 都是以国民为市场的包装 包装都是这样一个产品 然后呢 礼拜六礼拜天 可能一个礼拜只有一到两天的课码 来换取的是五天的闲置 而且这种现象要是开发的越多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竞争会越大 因为供应量越大 结果价钱会杀得更惨 他告诉你的是这是一个不会赢的游戏 你知道这个是不会赢的游戏 现在台湾的真正的有特色的旅馆 其实都是要鼓励客人来待得更久 他要包装一些其他的内容在里面 如果说他来的目的只是为了这样的 这种周末的快速的旅游的话 那到最后是扼杀了整个产品 我个人的感觉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说 如果今天想要让台湾还能够美丽 让台湾还能够把自己的特色表现出来 那我觉得最需要的大概就是 很认真的去找到我们美丽的地方 可是你要开发观光的话 是百年都没有不会老化的 请问你我们到现在还去日本泡温泉 说这是400年前的泡汤 我们还更想要去 我们去的不是只是那个20分钟泡水的感觉 而是那一个环境 那个服务 那个美食跟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个观光如果你认真的去积累的时候 它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投资 而且有更好的绩效 更重要的一点是 文化这个东西的一个特色就是 当你走在前面的时候 是不太容易被追的 我看它在前面的时候 走在这边 我看它是你们 是阶段的 有阶段的 这边是 在这边就离开